Hello 大家好 我是楚儿 有很多同学跟我说在刚认识的前期不了解女生 不知道怎么相处 想知道女生是不是有不同的类别 不同类的女生对待方法是不是也有什么不一样 女孩子确实分为八个类别 不过刚认识的话还不需要讲得这么细 今天楚儿就跟大家来说一下 如何判断女生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 以及如何跟她们怎么相处 一 内向的女生 判断女生是不是内向的一个指标是 她的朋友圈不会像其他的女生那么丰富 别的女生会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动态 比如吃喝玩乐 以及自己的情绪上的分享 但是内向的女生就没有这么丰富的朋友圈 她们发一张自拍 可能都是很久以前的流影 总之呢 这类女生不愿意向别人分享自己 同理 这类女生的聊天方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最典型的就是她不会说摸摸哒 好呀 就这样了 这样的语气词 也不会跟你发一些可爱的表情 在外人看呢 就是很高冷 就此而言 会让很多人误以为这种女生是在装高冷 其实并不是 内向的女生都是比较自卑 防护意识过于的强 她害怕你接触后会伤害到她 或者害怕被认为是一个随便的女孩 所以她只能用自己的冷淡的一面保护自己 这就造成了很多男生就此产生误会 所以在跟内向的女生聊天时 一定要有耐心 不要总是调侃她 也不要总是说一些性张力的话题 因为这样女生会觉得 你是比较轻浮的人 会直接pass你 如果你想打开她的心扉 这个周期性是比较长的 前期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你喜欢内向的女生的话 要有耐心 不要过于的幽默 可以以朋友的方式先跟女生接触 然后再一点一点走出朋友圈 二 外向的女生 外向的女生里面有一种女生 她的朋友圈比较丰富 吃喝玩乐样样俱全 或者经常发发自己的心情 而且每天发布的频率都比较高 但是她说话却是比较高冷的 不要误会 这类女生是真高冷 因为她自身家庭环境比较优越 身边的朋友也宠着她 喜欢的男生也是主动的表达自己的爱慕 这就导致了她不会主动和别人维护关系 这类女生该怎么办 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特点 高价值更好 不要像其他的男生一样查户口的问题 尽量以推拉和调侃来吸引女生的注意力 一定要给女生留下不一样的印象 她才会继续和你相处 而另外一些外向的女生 她们的外貌和价值可能并不太高 但是她跟你聊天总是会给你穿口 跟她聊天的时候总是会发可爱的表情 很多的语气词 你会觉得这个女生很可爱 会觉得很容易接触 跟她聊天总是有很好的互动 这会让人产生这类女生很好拿下的错觉 其实这是因为女生惯有的社交直觉和社交模式造成的 并不是她喜欢你所以对你好 说白了她对谁都是热情对待的 你不是特例 针对这类女生 你同样需要一些特点吸引到她 比如框架强 形式风格比较强势 千万不要三天打雨两天晒网 以为女生对你热情就掉以轻心 对女生不冷不热 否则到头来哭的可是你 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就是 对待内向的女生不要过于调侃 外向的女生不要太过于乏味 你记住了吗 如果你想学习如何跟女人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人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么可以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添加朋友 点击公众号 搜索恋学堂情感 一键关注 添加导师 我来帮助你哦 我来帮助你